第二个题目想请教志兵哥 是这个赖清德现在太上皇 这样的形象是有增无减 尤其25号那天我们看到民进党召开 重场会嘛 那这个赖清德他本身是总统 然后也是党主席 结果他对民进党同志 下了三道军令 说以后立院的各个场合 你们必须要全情参与 一个都不能少 遵从党的意志来走 那这个赖清德他就被很酸 你做主席还是做党边的事 那另外赖清德说要全情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隔天呢 有一个人他就请假了 那就是经济部长郭志辉 现在电价议题正被这个盯着打 但是呢他却挑在总质询的 第一天就跑去请假 那去哪去到日本 说要去探视这个雄本台积电 那也被说是不是刻意在 回避电价议题 这个赖清德跟这个阁源之间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心结 那党内第一问真的有这么稳吗 志斌哥你怎么看 我想最近民进党内部在内斗的消息很多 包含昨天民进党有个前党员 上我的节目了 也在提议说民进党就内斗 里面一堆阿斗 那从赖清德的个性 我想赖清德的个性优点是很勤快 他的缺点就是捞过戒 他以为他自己什么都会 以为他自己什么都能 你看前几天赖清德去帮潘孟安的妈妈 这个灵堂当典主 我们就可以看到赖清德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因为他觉得 只要他想做的 没有不成功的 只要他想做的 他没有考虑的 我认为当一个总统赖清德 现在你已经不是立委了 你也不是台南市长 你当过市长的训练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去决策 所以我认为赖清德 整个捞过界的嫌疑非常的大 而且他直接介入立法院 介入党边的工作 我认为这个是不治的 那当然因为赖清德讲的太绝对了 大家要前情 那很容易被打脸啊 所以赖清德要求前情 然后郭智慧马上打他的脸 他要去日本 实际上这个是在伤害赖清德的领导力 是在伤害赖清德自己的领导权威 可是他自己没有检讨 他自己也没有反过来看自己 那第二个呢 为什么赖清德要大家前情 因为现在在整个朝野 尤其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这个立法委员的人数 接近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 如果这个国民党请假 然后民进党没有请假 所以很多议案甚至在程序委员会呢 就有机会让民进党偷袭过关成功 那我们看到昨天的副一 前几天的这个议算案 在程序委员会的议算案里面 有一个国民党的年轻的立委 他既然去权 他去权 为什么还能够把议算案退回去 是因为民进党有两个人请假 民进党有两个立委在程序委员会请假 没有参加程序委员会 才使得这个议算的退委案 能够正常的推行 那当然赖清德看到这种悬殊的票数 他要求他的这个党籍的立委 绷紧神经 当然就是要宣战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完完全全 他就是一个斗鸡总统 是一个斗鸡的个性 他从斗鸡立委到斗鸡市长 然后现在要变一个斗鸡的总统 这个真的是中华民国的灾难 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灾难 所以赖清德在整个要求 前缘要出勤 要前勤的情况下 当然一方面呢 他会受到党内的挑战 因为确实你要让所有的立委都前勤呢 在实务的操作上呢 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那为什么赖清德硬要这样做呢 就是他现在对他的领导权威 赖清德对自己的领导力 已经产生质疑了嘛 因为他就要透过这些捞过界的行为 来展现他的领导力 跟展现他的意志的贯彻力 可是呢 我认为一个国家社会 在如此紧绷高压的情况下 最后赖清德的这条金 绷得太紧的时候呢 我认为会变成 行政跟立法的灾难 也会变成赖清德管理团队的一个灾难 谢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最后要查看 最好 赞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赞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야지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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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